我们请教分析师虎玉堂 玉堂武安 苏华各位投资朋友达武安 玉堂今天行情 似乎就如同我们上个礼拜所判断的 即便在高档震荡 但是台币就是让现在 万般利空不敌资金宽松 今天的量好大 2500亿甚至可能到2600亿 但是指数还在涨 玉堂提醒我们 现在除非看到了哪一些过热的疑虑 否则台股的多头还是值得期待的呢 第一个当然2500亿的一个军量 以今天的量跟这个前五日的一周平均量来看 跟我上次谈到稍微去留意 大概2500 2600有初步的一些过热疑虑 但是在量的角度 配合价去解读的话 那更要比较担心的就是说 如果出现这样的大量 而是出现流上影线 或者是说在高档出现了一个 所谓的一个比较长黑黑的形状 这个才要更要提高警讯 那以目前的架构来看 如果我们从这种量增价 阳创高的一个角度来解读的话 原则上第一点 当然顺势操作的角度不变 只是说我会稍微提醒头证 就是说近期来说 因为有一些个股 比如说涨多的 或许震荡会比较剧烈 些微有点过热的疑虑 你可能从一些个股 如果量太大 或者周转率比较高的情况之下 稍微要去留意 不过如果说接下来 因为比较怕的是爆大量之后上不去 然后接下来然后砂盘量出来 没有办法顺势跟着地震的情况之下 这个是初步的警讯 但是如果接下来符合另外一个条件 因为从原本日均量2000亿 如果今天跳到2500、2600 但是如果在本周都能维持在2500 可能大概上下 大概一两百亿左右的话 代表说这个人气还能够持续汇集 再提升的话 那就比较没有所谓的爆量疑虑 所以我觉得在本周 接下来这几个交易日 再去观察整个量能的一个变化 更是更重要的依据 好 当然最近大家的依据 都在看台币 每天台币都是雅谷当中最强的 今天也是 韩元刚刚有一些后来 居上目前升值的幅度 拉高到了0.2% 但是台币目前大升了1.7角 现在暂时休息 下午2点要重新开盘 还会再升吗 最近央行都等不到收盘之前 来出手主升 通常这几天好常发现在中午这一盘 就提前来压抑台币升值的力道 因为太大幅的升值 对于一些出口为主的电子股 如果没有做好避险 恐怕汇损压力还是在 但是目前为止台币对美元 你看每一天都在拉这个下影线 下影线代表资金行情大升 央行出手主升要花多少的力道 现在是扎扎实实一个黑K 代表到目前为止 台币的资金行情还是无法挡的 好 所以在接下来 即将陆续公布的六月营收 会不会被这些台币大升 给影响 但是台币大升 玉堂能不能认为第三季 因为第二季 内资跟蚂蚁熊兵把行情拱上来 如果台币再这么无法挡的话 外资势必第三季 还是有资金回流相当大的空间 怎么看今天台币还在大幅升值呢 其实这个新台币的强盛 我觉得当然跟今天的量 也是相辅相成 代表说国际的热钱 还是持续涌入台北股市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似乎鸭行在今天盘中是没有出手 因为可能也许在下午盘会出手 不过我觉得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整个热钱不断涌进台北股市的话 当然对台股来说 我觉得我们过去的解读 既然有量有人气的话 对于指数充新高甚至站稳一万二 这都是非常强而有力的一个支撑 所以原则上只要在新台币 没有出现转扁之前 呼应刚刚谈到的一些比较转空讯号 新台币我觉得也是一个重点 只要反正资金没有测出的情况之下 对于多头它还是有利的 所以目前为止 整个台币的一个大升 似乎已经是台股站稳一万两千点 最强的一个支撑 钱会往哪里跑 今天2454的联发科 联发科这一波 持续的把天花板打开 带动了好多IC设计 上个礼拜本来就强强棍了 结果礼拜五在盘中看到 今天进行除息 礼拜五的墙长就已经先预告了 大家要来卡位联发科的填席行情 果然不出所望 在今天联发科目前为止 大涨了13块钱 不仅仅一开盘强势的填席 钱高594块钱 投资人有机会把股息赚进来 价差也赚到吗 怎么看到今天联发科的强势填席 有没有可能有没有机会 为未来IC设计的续长带来好兆头 我觉得当然有 第一个其实联发科的上涨 就是我们过去谈到市场就是看好 联发科在5G 尤其是5G坦业这一块 手机的一个换机桃的布局 尤其今天也传出嘛 西早OPPO也攻入到英国的这个电信市场的一个部分 所以不仅对岸啊 其实在海外的部分 联发科的一个应该是说 斩获是越来越多 所以今天的强势填席啊 这个一开盘就填席了 代表说背后的一个买盘 甚至市场对于联发科在5G未来的布局 是充满信心 所以第一个当然对本来就已经很强势的IC设计族群 这一块是没有疑虑的 这个应该是说量滚量的一个向上带动比价 好像我们之前谈到的创维啊 这种比较中低价一点的IC设计 或者是高价的IC设计 我觉得都是同步性的一个带动 甚至像原项 联发科旗下的洋志 甚至像是三四四商的创意 今天都是很早就公道涨停 那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从联发科的上涨 除了在IC设计有机力作用之外 再来就是对5G的一个产业 因为我们在之前已经谈到 5G在台湾已经开台了 那政院的一个部分 也把5G的一个建设 视为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基础项目 所以说也预计要砸500亿元 这个把相关的5G建设做得更好 所以今天台湾相关的一些 在5G建设当中 比较指标性的公司 也有得到这样的一个买盘认同 那相对较为强势的 股价又创历史高的 像是做交换器的智邦 因为智邦在这个 比较高阶的400G的交换器的部分 原则上预计下半年 有机会开始出货 明年会有爆发的成长 那几乎在今年以来 这个外资跟投信的买盘 都是蛮稳定的 所以它的一个股价 在经过六月算是比较 稍微量多整理之后 在今天再去做一个 带量性的喷出 那另外5G的部分 还会需要就是大量的 微型机地台 这个在上一次 这个中华电开台的时候 我们也跟各位谈到 中磊的一个部分 因为中磊在微型机地台的 一个布局 它是国家队的一个 主要角色成员之一 当时我们谈到的时候 大概还在均线整理处 不过你看最近 已经过了前波高点 整个军线已经开始 发扬向上了 那另外国家队当中 也是比较关键性的成员 应该可以看到像是 3491的森达科 因为森达科 它是目前国内 唯一生产这个 微波元件的一个厂商 尤其是在一些 卫星通讯 基地台相关的 一个组件当中 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 那以森达科的一个 布局来说 其实国内的这些 商大电信商 甚至到国外的这些 主要电信商的一个部分 都有打入 甚至是这个 马斯克旗下的 这个SpaceX的 卫星通讯的一个 基站的一个组件 3491的森达科 也有拿到订单 所以如果从 未来的一个成长性来看 应该对它的营收获利 在下半年 应该就有机会 开始比较明显性的挑战 那从日线的位阶来看 也算是比较低的 这个所谓的 5G相关的基础建设的 一个概念股 因为你看 目前森达科的一个股价 才刚从年线之下 翻扬去站上年线 5日10日线 应该有机会 在这一波 顺着整个5G产业的带动之下 往上去做一个电高 所以顺着我们刚刚 谈到逻辑嘛 有一些5G的强势指标股 先冲的话 那应该就有机会 把这些后面 比较落后的个股 同步性的拉伸上来 好 所以有比价空间 还有现在一些比价效应 是这一波 资金开始追价 非常重要的逻辑 不仅仅IC设计 还有5G 3008的大力光 三大电子全脂股当中 最近开始后来居上 落后补涨 上个礼拜 一度的回测季线 之后开始反弹 季线开始纷纷的翻扬 今天盘中 大力光的最高点到4435 要挑战6月初 有个4455的高点 这景线能不能过呢 当然大力光 一张股价400多万 只能观看 恐怕现在 有哪一些的中低价 有机会上来 刚刚看到金采科 它是做光学检测设备的厂商 积拉到涨停的价位 如果按照刚刚联发科的逻辑 玉堂怎么看待大力光 这么一往上涨 3406的玉金光 也在上个礼拜五 攻上了769块钱的高价了 这些价格都好高 怎么从中低价来看到 光学族群的一个比价效应呢 其实应该这么讲 这一波动的光学镜头 真的是先把比较相对 落后比较低基期的先涨 比如说像是 之前常到的玉金光 同样是苹果供应链反而玉金光的 所谓转机的味道比较浓厚 那在6月份以来 是得到投信买盘的认同 然后从这一波的一个整理处 往上去做一个公高 再来就是消费性产品 PS5的供应链的金国光 因为金国光在下半年 可能有PS5的订单 甚至在一些车用的一个 产品端的一个布局 也有机会见到这个拉货效应 所以也是在6月中下旬开始动 所以我觉得按照这样的逻辑 当然在先前跟其他产业不一样 动的不是所谓指标性的龙头 而是先动到比较算是 转机性味道的这些 二线光学镜头厂 但是回到大力光来看 我觉得从近期的筹码面 跟他公布出来营收 配合股价的一个走向来看 反而也许下半年 大力光就有机会补涨 为什么用补涨 因为刚刚谈到的这些二线光学镜头股 这一波都冲得很高 那因为大力光 其实最坏的情况 大概就如市场的预测 可能就是在第二季 那第三季到底苹果的拉货效应 整体的一个 应该是说对营收的贡献如何 当然在接下来的大力光反说 法说我们可以去留意 不过我认为 应该就是有机会 就是苦尽干来 因为你可以看到 外资跟投信在上周已经开始转买 如果以技术面来看 这个几乎将近快三个月的 这个底部的横向整理区间 应该有机会去做一个突破 如果有机会越过前高 四四五五的话 这个就有机会突破一个 箱形整理的一个味道 那毕竟大力光在 手机端市场的一个布局 还是这个技术领先者 而且我们一直强调 5G手机的换机槽 我相信是绝对可以期待 只是说到底苹果的手机 是不是顺利是在 9月份出货 还是会延后 当然对大力光的业绩 哪个时候会做明显性的 比较成长性 这个当然是在后续性有待观察 不过原则上来讲 我觉得中长期的展望 自然是不差的 好 所以在高价 甚至补涨的一些领头羊在带 有哪一些些的比价效应 玉堂今天在贵买指数当中 贵买早就已经领先大盘创高了 今天升级的一个成交比重 稍稍的拉回来 目前占贵买指数成交比重 大概13%左右 资金又回到了电子 包括了进入暑假的旺季游戏概念股 今天高价股有3293的星象在带 星象上个礼拜五 以855块的价格再度的创高 今天稍稍有一些拉回来 但是上个礼拜五的低点没有跌破 星象在今天 技术现行还是相当的强 这是高价在带目前的天花板 5478的智冠今天报了一个好大的量 带量创高 在目前为止智冠大涨了11块钱 这也是百元以上百元俱乐部的游戏概念股 往下来找的话 第一个价位没有这么高 或者是说位阶没有这么高 在游戏概念股再接下来怎么选股呢 第一个我觉得从今年的宅经济的效应之下 多数游戏厂商 我们不单就台厂来看 其实在全球的游戏厂商的收入 是创下新高的 这个就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那下半年的部分 尤其我单就看第三季的话 其实台厂的一些题材 甚至获利性自然也会不差 那刚刚谈到的 股王星象当然从上一次的股东会 释出来的讯息 我们也第一次跟各位谈到 公司派相当乐观嘛 也许今年真的好的话 赚到接近六个股本都不成问题 所以本益比不高 所以这一波也是市场的买盘 也是持续性的一个推升 那刚好又有股王这个星象带动之下 这个就是很标准在多头市场 它会有一个比较正面性的 向上拉抬的比价效应 你看像志冠的一个部分 这个星象已经冲到800多 甚至快挑战900块了 那以志冠来看这个 股价的一个部分 自然有机会去往前高去做一个挑战 因为预计今年 那也许都有机会赚到 六到七块钱左右 所以你去想 其实在游戏 这个场上来说 本益比目前来看 还不算贵 所以说在今天来讲 公道涨停板价位 报大量 当然这个部分来讲 刚好去挑战前高 所以我觉得涨停板的开开观光 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 前波的解套漫要出来 不过这样的一个效应 可以看到 像是相对比较在低档的 类似像是大雨汁的部分 今年下半年 也会有一些新游戏要推出 3546的雨菌 目前的军舰架构 也算是刚从整个整理期间 要做一个翻扬的一个味道 所以我觉得稍微后续 可以去留意这些比较落后的游戏股 有没有机会再去做一波的跟进补涨 好 谢谢玉堂姐